字幕編&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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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這次教你們泡冷泡茶 用的波瓣奶茶茶 這個叫漂一杯 漂一杯 它直接加水進去水 裡面就是玻璃材質 對我在想這個是玻璃 不是塑膠的 不是塑膠 它這個 你就會看到茶在裡面跳舞 一般這種綠茶的話 我們泡大概也是 這種清晰方向的茶 大概也是25秒到30秒左右 這麼快 嗯 欸那我們上次都泡完 我們每次泡完久 然後我還在那邊一直 一直這樣子 然後我們都沒有味道 所以我們的湖太大 然後我們家的湖太少了 對 這大概20 20 25秒 30秒就已經 味道就已經出來了 那如果你要泡 一般要泡這個 這個奶綠的話 或是說綠茶 那我們就會建議你說 你這個先這樣泡個20秒 30秒左右 然後再準備一個杯子 那個人影的杯子 然後裡面放冰塊 那你 對那你需要加一些那個 syrup 就加一些湯漿的話 就直接先加在冰塊裡面 再把這個直接到冰塊裡面 就變成綠茶 就變成可能是清香的甜完 可是你才泡20秒 然後你又加冰塊 這樣就溶掉 不會跟水 不會味道不會變嗎 因為你有加糖去調味 因為是調味茶嘛 所以我們糖去調味 但你要喝它原始味道 也是可以喝得到的喔 是喝得到的 因為乳酸你加了冰塊 冰塊 是OK的 這應該是茶的好壞 好像有關係 有關係 對 那個清香應該還是會留著 還是會在 要不然你很多東西 你被冰塊沖了就沒味道 喔 這個就直接按 然後水就會留下 這個也是你們天賦賣的嗎 對啊 這個我們天賦賣的 我看它味道有什麼不一樣 這妳的這杯是妳的吧 好 這個味道 很不一樣喔 對 不一樣的茶味道 你聞 喔 對不對 喔 有 這個茶如果把它泡成 好 有我爺爺的味道 對 這是爺爺愛泡的茶 爺爺泡的茶 這個真的是有 年紀比較長輩的味道 對 對不對 你好香喔 它就是鐵觀音的味道 鐵觀音把它做成清香 它喝起來不是 就是比較 它就是 清香的 沒有關係 把它改成做清香的 嗯哼 所以特殊的味道就會產生 對 因為它葉子跟剛才那個 比起來很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茶色很厲害 我們就一樣的茶葉 因為烘焙啊 什麼的不同 然後可以變出 這麼多不同的花樣 而且不同的味道 味覺上 真的是很厲害耶 對我覺得它產味蠻重的 對 它很特殊的味道 對 我覺得不需要加糖 就這樣拋就好 不加糖就翻這裡買 對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 hit like 然後請 subscribe 我們的 channel 謝謝 拜拜